首先强调两个问题 第一点我说的主国 我就指中国说的 我从来没把日本当过主国 我就是血统是日本人 就是这样 第二个我说的父母说 就指中国父母 我要强调生父母的话 就是日本父母 这两天的 你敢信吗 这个操着几口流利东北口径的大爷 竟然是日本人的后代 他从小在中国长大 对日本非常痛恨 但却方面没想到 自己竟然会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 得知真相的那一刻 他的天都要他了 那么他究竟是谁 在他身上又发生了 怎么样的传奇故事呢 抗战战争初期 东北沦陷后 日本就开始了百万移民计划 他们将这个项目吹得天花乱坠 先进无数日本人到中国生活 由于人数过多 他们准备分三次运到中国 很快将近30万的日本人 作为开拓者 踏上了中国的领土 这些开拓团 虽然是由日本民众造成 但他们本质上 却和日军差不多 仗着日军的保护 随意地弃入我国民众 原本的生活 确实如日军吹嘘的那样 但很快 日本在战争中 逐渐落于下风 日本战败后 日军自顾不暇 压根顾不上 那些开拓团的人 他们并没有按照承诺 将这些开拓团成员 送回国内 而是筛选人才 将那些普通人 当成妻子舍戒 当时摆在这些 日本民众眼前的 这就两个选择 要么自杀 以彰显对天皇的效忠 要么就留在 异国他乡 自生自灭 很多被严重心脑的人 觉得留在这里 肯定会被清算 还不如死了 因此选择了自杀 但更多的人 选择自己寻求胜路 因此他们自发组织起来 踏上了慢慢回国之路 但这条道路 真的走起来 却非常艰难 很多人还没就回到家乡 就因为各种原因 死在了路上 其中一个 日本南京的母亲 就病死在了路上 他父亲觉得自己 无法照顾好孩子 因此就在当地 布设了一户好人家 这家夫妻两个 并没有孩子 并且不计较 他是日本人的后代 也许是真的有缘 当女人接过孩子后 原本空荡的孩子 却瞬间安静了下来 还冲着女人笑了起来 孩子的生父 见此情情 终于放下选择的心 跟随大部队 一起踏上了回日本的道路 孩子的养父母 对他很好 还专门为他起名 于德水 家里的经济条件 虽然不是很好 但夫妻俩 却从来没有 很多人纷纷往外逃 于德水一家 也深受其害 因此也准备逃亡 没想到此时 养父却突然生病了 养父80岁的老母亲 也需要人照顾 当时很多人为了逃命 甚至连自己的亲生骨骤 都抛弃了 但于德水的养父母 却始终没就抛弃他 最终他们决定 由养父带着其他人先离开 养母独自带着于德水 冒着危险 将他毫发无损的 送到解放区 随后就返回来 将80多岁的老母亲 背出来 养父母虽然不是 什么厉害的人物 但他们的淳朴善良 却对于德水的影响很大 而他也始终没就怀疑过 自己的身份 但他爸爸没想到 自己的身世 竟然很快被人揭开了 您什么时候知道 您是日本人 是1984年 十一人民都是 大鱼的后代 都是农村 为什么我就是 我这根小草 就不是中国人呢 他从小在中国长大 对小日本痛恨不已 却爸爸没想到 人到中年 却得知自己 竟然是日本人的后代 得知这个消息时 他的世界都崩塌了 由于养父母 对于德水很好 因此于德水 从来没就怀疑过 自己的身世 一直以为 自己是养父母亲生的 虽然小时候 经常有人喊他小日本 他也只当别人 在和他开玩笑 并没就放在心上 说回长大一点后 于德水通过上学了解到 日本当年 在我国犯下的罪行 他为此非常痛恨小日本 逐渐明白 小日本的含义后 他开始拒绝 别人喊他小日本 渐渐的他发现 好像只有他自己 被人称为小日本 为此他对自己的身世 产生了怀疑 于是他跑回家 将家里的全家父 拿出来反复对比 越看越觉得 自己和养父母长得像 因此彻底打消了怀疑 坚信自己就是中国人 就是养父母亲生的 后来他初见长大 并在当地的工厂里 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当时常理觉得 他是个人才 因此想要将他 调到别的地方 为以众人 但觉德水 却以养父母 需要人照顾为由 拒绝了这个 来之不易的好机会 他生长在 在东北这块土地上 并在这里取其生子 原本生活可怀美好 小胖们没想到 人到中年 却得知了一个 令他怎么也无法接受的消息 1984年 我国与日本的关系 逐渐正常化 为了促进两国和平 中日两国 分别在报纸上 看登消息 为当年的遗故 寻亲 原本群德水 并没有将这件事情 放在心上 他认为 这和自己没有关系 却没想到 厂长看到报纸后 竟然问他 什么时候回日本寻亲 这个问题 着实把鱼的水混猛了 而厂长则告诉他 他是当年日本人 逃亡时留下的后代 这个消息 着实令俞德水无法接受 他瞬间明白了 为什么小时候 别人都喊了小日本 他顾不上其他 飞快地跑回家 兴奋他的母亲 他究竟是不是日本人 母亲沉默了一会儿 最终还是点了点头 俞德水如遭雷批 只觉得天都要塌了 但是羊母亲告诉他 你是哪里人不重要 你始终是我的儿子 只要你愿意 你就是中国人 之后母亲的做法 更是令俞德水感动不已 他从小痛恨小日本 却幻幻没想到 自己竟然是日本人的后代 得着这个消息时 他大为震惊 觉得天都要塌了 此时他面临着有两个选择 要么继续在中国生活 要么到日本寻亲 那么他最终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面对这两种选择 俞德水非常纠结 一方面他始终觉得 自己就是中国人 无法接受自己日本人的身份 另一方面 他就觉得应该 见见自己的亲生父亲 要么很快就看出了他的纠结 于是就主动劝他去日本寻亲 并大度地表示 如果他身父在日本过得不好 可以把他接到中国一起住 当俞德水准备回日本寻亲的消息 传出去后 一些人跑到他妻子面前 问他担不担心 俞德水再也不回来了 没想到他妻子却表示 他永远是中国人 他的家就在中国 不回来去哪 俞德水出发前一天 他的养母还亲自为他包饺子 他的妻子则贴心的 帮他收拾好心理 俞德水非常感激 养母一家对他的付出 也非常感谢妻子对自己的信任 带着对家人的感激 有些人他踏上了 前往日本的寻亲道路 当时到日本寻亲 还必须要有日本名字 由于不知道生父叫什么 俞德水最终以松华江和长春吉林 为自己起名为松江长吉 日本虽然不大 但毕竟过去这么多年 谁也不知道 当年的那批人 究竟是否贫寒返回了日本 和俞德水通行的50多人 最终只有12个人 顺利的找到了自己的亲人 尽管俞德水尽心尽力 却依旧没有亲生父亲的下落 为此他也没有纠结 毫不就遇的回到了中国 1988年到1989年 是俞德水最会悲痛的两年 因为在这两年内 他的养父母相继离世了 俞德水完成对他们的养老送中后 带着妻子孩子一起来到了日本 并在那里生活了两年时间 虽然他是日本人 但长时间在中国生活 令他始终无法适应日本的生活 最终他还是决定 回到生活了一辈子的中国 他的子女认为 日本比国内发展好 因此留在了日本 而俞德水也尊重孩子的意见 带着妻子重新回到中国生活 俞德水虽然是日本人的血脉 但他心里始终觉得自己是中国人 而中国才是他的故乡 无论什么时候 养父母才是他真正的父母 俞德水无异于世幸运的 有善良而又识大体的养父母教养 但是当初有多少像他一样的孩子 却没有他这样的好运气 但同时 日本人的身份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痛苦的折磨 当初日本的罪行 造成了这些无辜孩子此时的痛苦 所以那些至今不能正视历史 甚至企图更改历史的人 难道不该反思吗